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没有得到广泛的共识的一些问题 这四个问题很重要 跟前面一样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但是大家的分歧要比前面的四个分歧要大一些 所以说没有得到更多的共识 他这个总结我们来看一看 我觉得总结还是 就他这本书来说 确实曼昆的总结能力我觉得非常好 就像他写红的经济原理一样 他能够总结这么多十大原理 我觉得这个人他学习都喜欢看看总结 有过总结以后 我就能够调整框框 1 2 3 4 5 6 7 我就能够顺下来 我就知道哪些重点 曼昆的他这一块我觉得倒挺好 他就总结了经济学中的四个重要启示 第一个就是说长期的 长期中的 这个启示你也可以认为它算是一个某种意义来说 它是一种共识 因为前面讲了 这个是未解决的 其实这个你就可以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 它是一种共识 当然可能依然有个别的或者说少数的经济学家 都是不认同的 但是我们说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同 就是这个前面这个四个启示 你可以说一说 你可以认为它某种意义 它是一种共识 我们来看看哪些有哪些共识 第一个就是长期中经济的生产能力 它决定了国民的生活标准 这个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这个应该 我觉得任何个经济学家可能都不会有意义 就肯定的这个 我要你生产 如果你生产不了 那你这个国民的经济生活标准 那你怎么来了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中国 现在就是说你看海淘很多对吧 很多这个海淘的去这个 你什么这个购物去海外 一去旅游就是就是实际买买买买 去海外买买奶粉的买玩具的买马桶盖的 买这个电饭宝的等等 你看我们海淘 那为什么我们海淘呢 或者说比如说我们买国外的产品的 我们买外国车的 我们买这个苹果手机的iphone的等等 为什么我们愿意买他们呢 因为我们你生产不了 或者说你这个你能生产 你就至少达不到他们的要求 就达不到民众他对于自己美好生活 这个他的一个标准 所以说你在长期你这个国家 这个你能生产 就你比如说这个iphone 我们能够生产比iphone更好的手机 那肯定就没有人 那肯定愿意买这个了 或者说你说你能够生产一个 你汽车能够物美价廉 还比就是说国外就更安全 又更省油 或者是这个操控性又更好 所以说这个呢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你能够生产 能够生产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 就是一个产品 其实背后就是你这个国家 综合实力的一个体现 你能不能生产 就像那个这个航天飞机 或者是这个宇宙飞船 你能不能生产 它就是你这个国家 综合实力的体现 你能生产 你这个国家综合实力就强 那你这个国家的国民生活标准 肯定要高 我们这里看有这么几点 一个呢就是我们说GDP呢 最好的衡量那个经济福利 前面我们在讲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说的GDP有很多问题 它不能够衡量这个污染啊 而且它没有 它不带价值判断啊 就是所有的财富都基于在 在一个人身上 你没问题 它也没有 它因为它是一个 就是纯粹这个指标 它不衡量这种 就是社会的公平正义 但是呢 无论如何 它能够衡量 它能够衡量一个总体的福利 就是GDP 它虽然这个指标很不完美 但是呢 它能够 就是说这个指标呢 它是目前我们衡量 总体经济福利 一个算是一个非常最好的一个指标 最好的一个指标 它有很多缺陷 但我们目前还没有 能够有一个指标 它能够就是能够彻底替换掉它 而且呢 就是很多这个 其他的一些软性的指标 跟GDP呢 是高度相关的 我们说有时候你说这个经济 你说你GDP高 但你这个国家呢 这个社会腐败 这个又公平正义呢 都没法保证 但是呢 我们发现GDP啊 它跟人均GDP 它跟一个国家这个社会法治的发展 它是很正相关的 为什么呢 你只有这个能够吃饱饭了 穿好衣服了 你才能够去谈那些什么 什么这些社会的一些讲究的一些礼节性的一些东西 你如果连饭都吃不饱 你谈那些东西其实都是虚的 对吧 因为比如说为什么这个我们国内有一些就落后的地方 他对于这个 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素质低啊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他们可能连最基本的生存都解决不了 那他你这个礼节你不要跟他谈着 他先解决生存 就人的这个需求层次 就是说你从基本的温饱到最后这个自我实现 对吧 你肯定是有层次的 为什么我们说国外他呢 我们可以去到国外里发现他很有礼貌啊 怎么样之类的 那可能他前面那个温饱能解决 这些生活水平都已经很好能解决啊 但我们中国确实发展的时间比较短 我们现在确实还在发展 这个呢 这个大家要有和对中国这个我们国家要很有要有这个信心 他是在持续的发展 等到你这个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 你自然而然就开始去追求这个这个素质啊 礼节啊这些东西了 你就开始注重自己的穿衣打扮了 就开始注重自己的行为举止了 就开始注重这个与人这个是不是与人为善啊等等啊 之类的 所以说呢 他虽然不完美 但是他能够他跟社会上 他跟其他一些指标呢 他是息息相关的 就包括什么婴儿的这个死亡率啊 或者这个妇女的这个教育的程度啊 他都跟他的息息相关的 息息相关的 所以说呢 目前我说我们还是认为他衡量的最好的衡量的经济福利 然后呢 他是GDP他怎么生产的 我们说生产数对吧 生产数他就是取决于三类 一个是资本 一个劳动 还有呢 就是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 他们呢 他们呢 就把这个共同的决定了这个产出 资本劳动 还有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这一块呢 他包括的东西很多 我们说他 他那个全要 他其实其实还有个名字叫全要素生产率 他这个全要素生产率 他有很多内容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资本 我们说资本跟劳动 他只是单纯他的共 他的量的增加 你把全要素生产率呢 理解成他的 他们俩配置的这个效率 对吧 他们俩 你资本劳动是不是 你刀是不是用在刃上了 你是不是把资本的劳动 配置到最具生产率的领域 这个就是衡量你这个效率 对吧 所以说他给你衡量这个配置效率 再一个呢 就是资本跟劳动本身的生产率 我劳动生产率是不是很高啊 我功能是不是这个技能很高啊 我有人力资本啊 还有我资本呢 我是不是用高附加值的产品啊 我这个资本 我是不是那个本身 我这个机器技术含量很高 而不是说就简单的 非常粗 非常就是低级的这种机器 这些都是体现在这个技术进步上面 然后第三个呢 我们说 你要那里我们既然知道的这个有这么一个GDP 前面我们说在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说你把卖 你知道这个GDP呢 我们要提高它 我们要就是 不管怎么样 就是至少对于我们中国现在来说 是处于一个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来说 我们提高经济的总量 做大盘子 确实是这个 就是 不可能说是头等大师吧 我们说发展是硬道理 在我们中国是有是有合理性的 因为中国现在这个发展这个这么不平衡 虽然我们说你在北京上海 深圳这些北上广深的感觉已经非常发达了 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了 但是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依然有非常贫困的这个地方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发展的这个目标呢 还是要追求的 还是要追求 我们可能还是要就是要 要维持一个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 才能够就是说 慢慢的接近于发达国家这个水平 因为大家不要看北上广深这么一些少数城市 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呢 依然是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那好 你现在你既然有这个目标 我们要不就要抱着这个笨的这个目标去 笨的这个目标去 我们要怎么来了 我们那就 那这个公共政策怎么办呢 我们要怎么能够提高这个 提高提提高这个经济的这个GDP呢 那好 我们现在这里面就提到了 就是说我们我们当时学这个索罗摩行的时候 我们说可以通过增加储蓄 因为经济一般来说 发展的国家肯定是没有说接近黄金率 所以说我们现在提高储蓄 我们增加资本的这个积累 有的这个资本的积累呢 我们就有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源泉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提高劳动效率啊 你你前面说的资本这一块 就是说储蓄呢 你可以对应着这个资本 你有了这个资本的积累 然后呢 提高劳动力的效率 你可以就是说 让这个劳动者的这个受教育程度 要提高 或者说对于这个 这个男女工人呢 我们可以对他进行多进行一些培训啊 或者说增加他的受教育程度 他自己呢 也可以去充冲电 当然提高这个效率的话 那你你工程的效率提高了 生产率提高了 一样可以带来这个GDP的增加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就是软环境了 制度的软环境 就是你这个国家是不是 我们前面提到那个 当我们学金融的时候 我说你这个金融 你要发挥你这个资源配置的这个作用的时候 你这个金融呢 那肯定是要有了依赖于 有赖于这个健全的法治 健全的这个 你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法治条件 还有这个产权保护制度 金融发挥它的资源配置效率 它才能发挥出来这个作用 如果你这个国家 比如说这个资本市场 各种内幕交易啊 各种这个就是篡改数据啊 篡改财务数据啊 都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的话 那你这个民众对于你这个金融 金融这个信心就无法保证 你就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个 去买这个股票 那没有这个信心 大家都愿意去投机去了 你投机了 你有可能人为了造成这种波动 没有人带来去真正关心 这个经济的基本 公司的基本面 那你对于这个经济增长 是不是不利的 制度制度了 包括你这个 你这个营商环境啊 比如说大学生创业 我现在创办一家企业 你就当地政府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个 很好的营商环境啊 是不是我干个什么事 我就要交个税啊 或者开办个企业 我都要跑好几趟 或者说我办了这个工厂局的执照 我要办好久 一个月 你办一年半的才能办下来 然后办下来以后呢 你三天两头过来查这个 查那个 那这个就营商环境了 如果营商环境不好的话 那你没有人愿意在你这里开办企业 没有开办企业 就市场就没有活力 所以说这个就是制度的改革 就等等这些呢 我们说 这是对于一个第一个歧视 第二个歧视呢 我们这上面说的长期 那么现在说短期呢 短期我们说总需求呢 它确实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生产的这个 生产的这个能力 对吧 就是说我们现在 我们之前学这个总供给跟总需求模型 那你总需求 你就认为这个总供给曲线就是水平的 一条水平的这个总供给曲线呢 总供给曲线 假设我们现在短期是水平的 就是价格是完全刚性的 那你这个总需求 你的变化呢 就能够影响这个横轴这个产出 对吧 那为什么呢 我们说的这几点 第一个呢 短期中价格是粘性的 价格是粘性的 那么这个总供给曲线呢 就不是垂直的 如果是垂直的 那你改变就只能改变物价了 那现在我们是粘性的 那我们是可以认为它右上方倾斜 或者你认为它是就是刚性的 就是水平的 那么总需求呢 它就能够影响这个产出 既然那么我们总需求能够影响产出呢 那么总需求背后的这些 构成总需求的这个变量呢 它就都能够影响这个经济的变化 那么我们前面学了这个ISR模型 还有蒙德尔弗莱密模型 你看有哪些影响总需求呢 首先这个财政税收啊 对吧 财政的这个税收政策 政府支出的这个 还有货币的这个货币的供给的这个政策 这些呢 它都能够影响总需求 那么都能够影响总需求呢 你就能够影响经济的产出 这个就是 所以说这个第二点 第三点呢 就是 既然就是说 总需求呢 在短期中 它经济 它对经济波动呢 很重要 ISR模型 那个蒙德尔弗莱密模型 我们发现很重要 那这个时候呢 你作为这个政策的决策层啊 你就要对经济进行一个密切的这个监控 就是现在你就要进行一个预解 所以为什么我们 大家知道我们国内的像人民银行 还有发改委 它都有这个预警 都有这个预警机制 包括国外也是 国外他们这个 美年储 还有或者财政部 还有其他的一些 这个宏观调控部门 他们都有这种预警 它会也 这个预警机制呢 也是用一些 计量进学的一些指标 计量进学的方法 然后对宏观进学呢 它进行建立一个预警的模型 我现在达到某一定 我现在GDP或者CPI到某个程度了 那这个经济是不是有这个 过热的风险 我现在失业 到某一定程度了 现在是我现在经济是不是 会有一定的向下走的一定的风险了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 第一 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说你 你宏观经济学家 我们是一个医生 我们是要对宏观进行把脉诊断的 把脉诊断了 那你就要对他进行 你这个人 你这个经济到底是现在是健不健康 我进行对你做过体检 你要经常把你的体检报告给我 我看你这个指标是不是有异常 或者现在没有异常了 或者说现在即使现在没有异常 已经接近异常值了 就像比如说判定 现在很多人年纪轻轻 就有什么脂肪肝之类的 那有可能你是轻度 有些人类比如说轻度脂肪肝 中度脂肪肝 重度脂肪肝 那现在很多就是年轻的 他有这个轻度脂肪肝 那其实这个就 这个其实已经就构成一个预警了 因为你这样往下发展 就有可能会到中度 到中度 甚至有可能是肝硬化 肝癌等等之类的 那现在我在 我在你的轻度的时候 我诊断出来了 我在你是轻度的时候 我就要帮你遏制住这个特点 不让你再继续恶化 那么宏观进学家 我们作为宏观进学家的研究者 宏观进学的这种研究者 我们一样是这个目的 我们现在已经发现 经济有一些过热的苗头了 我要有前瞻性的把它遏制住 或者说我们经济有衰退的苗头 我也要把它遏制住 这就是在短需求 所以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总供给价格是年轻的 我们可以影响总需求 通过影响总需求来影响产出 那么第三个歧视 就是我们又到长期了 长期就是货币的 这个还是比如说货币数量方程式 MV等于PY 就是货币数量方程式 我们就发现这个在长期 长期你这个货币流通速度不变 我们先假定货币流通速度不变 那么产出也是前面那些基本面决定的 资本劳动技术决定的 那么你这个货币 你就只会对应这个物价 你货币的增长率 就一一对应了这个通货普通率 但是因为你由于你不影响产出 你也不影响失业率 这就是你这个长期 你货币的这一块 那你的货币 在长期来看 你货币是中性 货币是中性的意思 那你货币正常是无效的 你货币货币是中性的 那你这个 那不就是货币正常是无效的 你中性嘛 你没有任何正的反的影响 所以说在长期呢 货币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它只会带来物价的上涨 所以说我们有 也是分了几点 就是货币增长呢 它是通货膨胀的最终决定因素 我们说的福利德曼那句名言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无论在何时何地 它都是一种货币现象 就福利德曼的货币主义大师的 这个这句经典名言 就通货膨胀无论在何时何地 它都是一种货币的现象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通货膨胀量 高通货膨胀量呢 它推高了这个民营利率 这个就是费血效应了 就记住几点 这个一个是货币数量方程式 一个是这个费血效应 费血效应的民营利率 等于实际利率 加上通货膨胀率 高了通货膨胀 你就会推高这个民营利率的这个上涨 而且我们如果在外费市场上面呢 你通货膨胀高了 你那里相当于 你那里这个货币呢 也就贬值了 那按照这个实际汇率来讲 其实这个 你想一想 你两个国家进行交换 我这个国家的东西越来越贵了 越来越贵 对吧 那等于说越来越贵 那其实 但是如果另外一个国家没什么变化 你这个国家越来越贵的话 那你这个货币 得说就不值钱了 你货币不值钱 你不仅是在本国不值钱 你在全世界都不值钱了 它就这个意思 而且我们这个通过那个实际汇率的这个公式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这里 这个货币数量方程 这里这第一个呢 对应着货币数量方程 是第二个呢 对应这个 废学方程 废学方程 这个呢 对应着这个实际汇率的这个公式 那这几个公式 大家要很清楚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往前面讲了 固定二分法 货币呢 在长期是中性的 它对于实际变量不影响 它只会带来这个物价的上涨 货币跟物价呢 这个也都是民意变量 它都是一种 就相当于像一种面纱一样 它是一种货币面纱 它只是 等于说套在了这个实际的变量这个身上 它只会影响这个面纱 而实际变量这个影响呢 不受 实际变量这个变化呢 不受它的影响 实际变量只会受那些 基本要素的这个变化的影响 所以说呢 货币供给呢 它在长期中 它不影响 不影响这些实际变量 就就业啊 或者是这个产出 那么而且 它不影响了 因为货币 货币是跟通货膨胀 长期是一一对应的 你既然不影响实际变量了 那么你这个通货膨胀 跟失业呢 也就不存在 我们说短期中的 我们下一张PPT就要讲了 短期中的这个菲利普斯曲线呢 在长期中是不存在的 菲利普斯曲线 它是一条垂直的直线 第四个启示呢 就是说在短期 控制这个货币政策 和财政政策的 这个政策制定者 它面临通胀 跟失业之间的 这种权衡 就我们前面讲 这个通货膨胀 与失业权衡 就是菲利普斯曲线的时候 提到了这个这一点 比如在短期中呢 失业跟通货膨胀呢 他们俩的这种权衡关系呢 我们说用这个短期 菲利普斯曲线来表示 就是它在短期中 我们是一条就是 这么一条 向右下方倾斜 这么一条曲线 这个通货膨胀 跟这个失业 有这么一个 此消彼长的关系 那么政策制定者呢 他可以在这条曲线上 选择他想要的这个 就是通货膨胀 和失业的 这么一个组合 但是这只是在短期中 而在长期中呢 这个权衡的 这种失业 跟通货膨胀的权衡关系呢 它就不存在了 就尽管我们说 通货膨胀 它跟失业 在长期中 它不存在这种权衡关系 因为前面我们讲的 这个固定二分法 他们这两个变量 没有明显的关系 在长期中 但是在短期中呢 这两个变量 它是由于这个 菲利普斯曲线的存在 使得他们两二者 就存在了一个 此消彼长的关系 那么政策制定者呢 他在短期 他就能够在这条曲线上 选择他所想要的 这个目标的组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说 我们说 根据我们前面所讲的 菲利普斯曲线这个方程 我们可以看到 短期菲利普斯曲线 它由于两个原因呢 而发生移动 第一个就是供给冲击 我们说这个供给冲击呢 尤其是不利的供给冲击 它的效应呢 是提高了 菲利普斯曲线的这个位置 它提高了 菲利普斯曲线这个位置呢 因为我们知道 菲利普斯曲线坐标轴呢 坐标轴 重轴呢是通货膨胀 重轴呢是这个失业率 一旦你提高了 这个菲利普斯曲线的这个位置的话 那么你这个中央银行 或者说你这个货币当局呢 你在制定政策的时候 你就面临了一个 更加不利的一个权衡的组合 它一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能够就糊弄 糊弄民众 就是我现在通过提高通货膨胀 降低了失业 但在长期中呢 这个民众呢 这个他不会永远 就是被这个被你糊弄 所以说他的预期呢 就会反映真实的情况 反映真实的情况以后呢 你这个 你的这个菲利普斯曲线的位置呢 就会随之而改变 就是一样的 它会随着你的这个预期的 比如说你预期通货膨胀的提高 而提高他的这个位置 而且这预期的调整呢 保证你的这个权衡只存在于短期 而且就是说只有在短期的时候呢 失业才就是 他才会出现这种偏离 这个自然失业率的这个 这个这个情况 也就是说在短期呢 货币政策 他才能够发挥他的这个效果 因为在长期中 民众的这个货币换结是不存在的 因为知道真实的这个通货膨胀 是什么样子了 所以说呢 你的这种权衡呢 就只存在于这个短期这个情况 前面讲了四个算是共识 那么还有后面还有四个呢 悬而未决 四个未解决的问题 这个或者说呢 这些未解决的问题呢 争议也比较大 争议非常大 我们来看第一个 什么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在政策制定的 还应该如何的促进经济 产出水平的增长 如果促进产出水平增长 我们前面讲呢 一个是通过增加储蓄 就增加资本积累 还有一个提高劳动力的素质 或者是这个技术进步 我们先讲第一个 就第一个 你增加资本存量的积累了 你首先你要增加储蓄 你增加储蓄的话 那你肯定就要牺牲 这一代人的这个利益 那为了 当然我是为了下一代人 为了为了我的子孙后代 生活的更美好 那么我这一代人呢 我少少就是说 我多积蓄一点 我多积累一点家底 有了这些家底呢 这个企业就是国家中呢 就有这些资源进行配置了 有这些资源进行配置以后呢 他将来 将来这个子孙后代 就会生活的越来越好 对吧 我先去先储蓄 但是呢 也有些人反对了 反对这个 当代人做这种牺牲 他觉得将来这个技术进步 越来越好 将来这个子孙后代 也比我们现在人生活的更好 这种人是 我觉得是比较理想的 这种人确实是比较一种 乐观主义者 乐观主义者 但现在可能有一些人 现在的很多一些社会调查 发现 现在的这个生活呢 其实生活状态 反而不比就是上一辈 或者上上一辈的这种生活 就是因为可能现在的 比如说现在的 他现在这一辈 可能确实物质上 比以前丰富了 但是又可能面临一个 非常严重的这个 高物价 还有这个高房价的这种生活状态 可能反而还不如上一辈 所以说现在的这个年轻人 就比如说大学毕业生 这种啃脑的很多 那就是啃脑族 比以前更多 所以他既然啃脑 肯定说明他生活水平 没有上一辈的好 他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说去啃脑 所以说这个 这个这个呢 就是争议比较大 这个 我们说前面说的是这个 资本 那么再来说就业 就业这一块呢 我们可以提高大家的就业率 可以让更多的工人去就业 那怎么样去提高这种工人的就业呢 我们降低自然失业率 降低自然失业率 我们可以说 一个人降低这个摩擦性失业 还有降低这个结构性失业 降低摩擦性失业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减少失业保障 我们之前有说失业这种津贴 你失业的你可以去领失业保险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把失业保险降低一点 比如就不养这种懒汉嘛 你在国外像这个 一发人衰退 很多人就不找工作了 那我就去领政府的救济金了 因为政府救济金也非常丰厚 也够我生活了 所以说就肯定就会出现这个 像希腊这些 当时出现经济危机的这些国家 他有可能是 就养这些懒汉 他宁愿在家里 在沙滩上晒太阳 他也不愿意去找工作 因为他有了事业津贴 也够他自己生活了 那现在又怎么办呢 我就把你这个事业津贴降低 那就可以提高你这个工作的受限程度 当然这个肯定也有争议了 就比如说我以前讲的 这个经济学跟其他学家的思维方式不一样 那社会学家觉得 你这种不人道不人性 但是经济学它可能 它是从一个 它是从一个总量 或者说是一个长期可需的这个角度 来思考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降低最低工资 这样的话就是降低那种结构性事业 这个也可能会得到 会受到一些社会学生的抨击 就降低最低工资 你最低工资如果定在精神工资水平上 劳动力的供给 它就比需求要多 那就有可能出现那种结构性的事业 那现在把结构 最低工资降下来 接近精神水平 那现在都说了 可能需要 那真正有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怎么办 那社会很多底层人民 他真的需要这些帮助 你把它最就是 你现在减少了失业津贴 你又降低了最低工资 那这些人他可能最低生活保障都无法保证了 在现在社会高物价 然后房子又这么贵 然后各种生活成本这么高的情况下 你把这些降下来 确实你可能提高了这些人的这个 就业的这个积极性 但是呢 也加大了他们的生活成本 那这种社会的这个公正性 你就不好保证了 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这个第一个是资本 第二个是第二个是劳动 第三个呢 就是技术这一块 那政府该怎么样促进技术的发展呢 这个就是更是人者见识 人知识见识了 这有很多书在探讨这个问题 那比如说这个提高这个技术进步 我们是不是政府要做一些 做一些实行一些产业政策 我们政府是不是要选 选出来一些这个战略性的新兴产业 来重点扶持他们 然后让他们有一些高大上的技术 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这个不就是这个 前两年这个张维莹跟林毅夫 他们争论 对于产业政策争论 你政府是不是一定要发挥一定的作用呢 那张维莹他们这种就反对 那林毅夫呢 就觉得政府要有违政府 对吧 要有违政府 政府要发挥一定的作用 但是那个张维莹他们这些呢 就觉得 你政府也会出现自己的失灵 你自己去选拔出来 某一些这个特定的企业 或者是产业来进行发展 那又就有可能会出现 这种群态资本主义 对吧 你比如说 你让这个当地的这个市长 县长 村长 来选 选择出来某些 我们要发展 那有可能他 他有可能就选自己 跟自己有利益相关的 他就不会遵循一个市场化的原则 他不会遵循哪个企业发展效益好 来扶持它 而是呢 比如说那个 曾经就是 应该是山东 这个 这个 当时山东钢铁 这就是个案例 当时那个 他们当地有一个民营的钢铁公司 发展得很好 但是呢 国有的钢铁呢 他毕竟他国有的 他跟政府的那种千丝万里的关系 他政府他可能倾向于去扶持这种 国有的这种企业 他对民营企业呢 他就没有这种激励来扶持它 而反而呢 民营企业的效率呢 是更高的 国有企业的效率呢 他更差 那你这种 你如果让政府来扶持的话 他反而呢 他就扶持跟自己有利益相关的 就有可能出了一种裙带关系 我或者说我自己的 我政府的某个亲属呢 在这家在这家国企公司上班 对吧 有这种情况 那我以后就去扶持这家企业 而不是去扶持这个 更有效率的这个民营企业 那么这个腐败啊 这种等等就出现了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政府 他政策制定者呢 他是不是应该要 就去稳定这个经济 你要去稳定 试图去稳定政策呢 因为我们前面学了很多的 这个经济波动的 这个工具呢 经济波动的理论以后 我们发现政府 他确实可以做一些事情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改变总需求这个政策呢 来改变经济中的 现在这个情况 失业或者通货膨胀 但是呢 也有人反对你 政府做这些事情 那他有理由在哪里呢 第一个呢 我们说你有实质 对吧 我们前面还讲到 货币政策跟财能政策 你实行一个政策 你货币实质 你实质有内在实质 外在实质 你货币政策 你可能内在实质比较短 但你外在实质太长了 你从货币政策 公布出来 到你最后 能够反映到企业身上 因为企业的生产计划 它可能提前制定好了 你再影响它 那可能都是一年以后的事情 你一年以后 可能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了 这一年出现 比如说突然出现金融危机了 那你可能出现新的变化 那你财政政策呢 财政政策 你这个 你这个就是 像在国外他们那种 就是国会他们 出台像财政政策 那种法案 那是非常费时的 所以说你一旦有实质呢 你后面 后期可能又发生新的情况 还有一个就是 宏观进行 你说现在过热过冷 那我觉得现在不热 不过热不过冷 那你有依据 我也有依据 那到底谁说的准 不知道 这个就有时候 你就可能就难以预测 我以前给大家举的意思 就我们过来在07年的时候 08年的时候 我们上半年还在实行 非常紧缩的这种政策 到了10月份 发现美国出现金融危机了 我们赶紧掉头 开始实现扩张性的政策 而且扩张性的非常厉害 因为我们 那这个时候 你看的话 你这样的话 你就人为把经济波动拉大了 那为什么你在之前 你没有预测了 我们很难预测到金融危机 就跟地震一样 你怎么呢 地震我们现在 你说怎么预测 没法预测 再一个呢 就是你之所以无法预测 就是因为你对经济的运行的本质 了解很有限 就是说我们虽然现在 我们学了 就是说经济学 我们学了 宏观景学 我们学了这么多内容 但是实之求是假 我们对于宏观景的运行 我们知道的东西 它非常非常有限 所以现在这个宏观景 还在往前不断的发展中 还在不断的发展中 我们了解的是很有限的 包括对于人的这种 人类行为的这种方式 我们了解的很有限 所以说你无法预测 难以预测的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你这个稳定化政策呢 就算你能够成功 那么你说你消途衰退了 你把繁荣也都去除了 那么平均下来了 收益不大 就是说之前那个 美联储的上上任 就是七八十年代 当时美联储的一位主席 他又提到这个宏观景象政策 就稳定化政策的这个 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在开鸡尾酒 舞会的时候 在开party的时候 在你真的喝得非常好 非常high的时候 我把你的酒杯端走 这就是稳定化政策 不让你太high 也不让你太 就是说太差 就是说呢 我们说出现衰退了 我们肯定想到政府 你赶紧赶紧来救吧 那繁荣呢 我现在真的喝得很high了 我也要把你的酒杯端走 不然的话你有可能会 繁荣中就有可能会出现 隐藏着这个衰退的这个种子 这有老子说的 福其获所福 获其福所医 就这个思想在里面 所以说你在 你做稳定化政策 困难在哪里 困难就在 我们说你在消除衰退的时候 肯定皆大欢喜 因为每个人都不喜欢衰退 但是如果你比如说 你喝的这个心情非常愉悦的时候 你把他的酒杯端走了 就你破坏人家这种好事呢 这个时候呢 你政府就又不受欢迎了 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 你不把他的酒杯端走 那有可能他喝醉了 喝醉了呢 就有可能会出现酒后闹事了 对吧 这就是稳定化政策的 他的难处在哪里 就在这里 他既要消除衰退呢 但他消除衰退的时候呢 不受欢迎 即使他成功了 那么你这么看下来 他平均收益呢 也不大 因为那个 你把这个 你这个度呢 你怎么把握 也很很难把握 这个这个这个度 你不要把握了 所以有些人认为呢 你把衰退也消除了 你把衰退也消除了 那你这样的话 你做你干什么呢 你就 你好的也不要 坏的也不要 这就是有这么个意见 再一个就是 我们对于这个货币政策呢 我们说金融危机以来 这个金融洋进去的一个重大发展 就是对于金融在经济中的这个认识 我们怎么认识金融 就包括资产的价格 还有投机性泡沫 他们的这个 他们这个现象 我们现在说 你首先你货币政策 对于这个资产的泡沫 你是不是要做出反应 我们现在说这个 比如说我们房地产价格 就是这个上涨很快 我们说有泡沫 那到底是有没有泡沫呢 房地产价格 房地产价格的这个 合适的水平在哪里 你股票价格的合适水平在哪里 我们现在股票比如说3000多点 你涨到4000点5000点 我们是不是说有泡沫 涨到6000点是不是有泡沫呢 不知道 这个东西呢 你就无法有一个很好的标准 比如说现在我们房价 如果北京现在均价5万多 那是贵不贵 我们觉得很贵 但有人可能觉得不贵 那政府对这个房价呢 就不要做出反应了 但是你要对它做出反应了 那有些人说 它是有基本面支撑的 因为北京的首都 它有很多优厚 优压的资源在背后做支撑 它没有泡沫 那些鬼城有泡沫 那北京上海 我就5万6万 我没有泡沫 因为我是有很好的资源 在做支撑的 那你这个时候 你货币政策要不要做反应 那就有人就有争议了 我没有泡沫 你干嘛要做反应呢 你干嘛要就是 对它进行做出一些 这种政策的调整呢 你不用做正常调整 这是很正常的 那就是说 你这资产价格上升 我们现在说 买房子 你到底是非理性的 还是有基本面支撑的 有人说我们是非理性的 大家都去全民买房 是非理性的 但也有人说呢 我就刚才说的 这个基本面支撑 你就北上广升这个 我有很好的这个教育啊 医疗啊 政治啊 文化资源在这里做支撑 我就上涨也是很正常的 我有基本面支撑 包括物价 包括这个股价上涨也是 你这个股票涨得很高 那也有人说 我也不是非理性的 因为我看好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将来就是 就是一家独角兽 将来就有可能成为一个 新的这个Facebook 或者Twitter 或者是亚马逊 阿里这些企业 我能够看好它 这个也是争议非常大 就是这个对于金融 但是尽管有争议 但现在呢 货币政策 就政策对于这个资产价格呢 要做出反应 现在就我自己判断 现在共识呢 是在不断的凝聚 就我们现在确实要对它 进行做出一定的反应 不能够是放任它 价格就是不断的上涨 还有一个就是金融监管 跟这个金融旅行资源 这个其实呢 就是这个金融创新 跟金融监管 他们的关系如何很良 比如说我们中国曾经在 金融危机之前 我们想开始这个资产的 这个政权化 但是发现金融危机来了 而且很大的程度上 是跟政权化是有很大关系的 那我们就把这个业务给停了 但是呢 政权化呢 它又是一个非常好的金融创新 如果不用它呢 它对于这个 你就会影响金融系统的 配置这个 风险的这个 有效性 但是如果要是放任自留呢 它有可能又会 积聚一些金融的风险 这里面这个金融创新 跟金融风险 我们就是作为金融监管者 比如说国内的这个 这个一行两会 国内的金融 这个金融监管 它如何能够平衡 他们俩的关系 金融监管 跟金融创新 他们的关系如何平衡 这个呢 就是如果防范到的风险 就如果防范 就之前我们说 学金融的那一章的时候 就是太大了不能倒 too big to fear 你太大不能倒 你这个系统性 就有系统性重要性的 这种机构 如果这样的话 就大企业他觉得 将来如果出现金融危机 政府来救我的话 那么我就有可能会 从事一些更加激进 冒进的一些行为 更加高风险的行为 因为高风险有高收益 但是出现问题呢 政府来救我 这就是道德风险 我们如何防范道德风险 如何出现 如何防止那些 太大而不能倒的问题 再次发生 那么我们比如说 给他加提 对他这个资本充足率 加高一点 然后对他 或者对他实行一些 更严格的这个 行为监管的一些要求 等等 所以说这个 这是对于政策的 那前面这个增长的政策的 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成本 还有这个 降低通货膨胀的成本 首先对于通货膨胀 成本到底多大了 我们 我们说 就是说 经济学家其实看来 除了这种恶性的通货膨胀 就是百分之几十 百分之几百的这种增长 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 普通通货膨胀 其实是成本比较小的 就是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其实这个是没什么太大 太大不太大问题 其实现在也 大家也是 决策者呢 也是遵循这么一个规律的 就如果物价呢 比如说大家现在很多 国家的 央行 央行 他对于通货膨胀 都有一个目标 比如百分之二 或者百分之三 不超过他呢 我就不做什么 不做什么政策调整 因为认为百分之二 百分之三 一定了 是正常的 而且一定通货膨胀 它是有好处的 它润滑劳动力的市场 就之前要跟前面讲的 你有一定的通货膨胀呢 比如说有时候你这个 你政策调整 需要降低这个工人的工资 降低工人的工资 然后提升就业 但你现在 你直接降低工资 每个人都不欢迎 自己的工资降啊 对吧 每个人都不喜欢这个 就人都有这种损失的厌恶心理 你可以让我的工资涨慢一点 但是你不能让我的工资降 我肯定不能接受我工资降 那怎么办呢 我可以让市场来一点通货膨胀 有通货膨胀 因为经济的决策 是根据实际变的决策了 那我现在物价上涨了 你用工资不变 其实你工资是在减少的 对吧 因为工人有这种货币的 工资货币的这种幻觉 你物价上涨 其实你的工资在减少 所以说呢 它能够润滑劳动力市场 能够让这个调控呢 更有力的执行 还有一个呢 就是能够防止这个民营利率 民营利率的这个零下限 就会防止这种流动性陷阱 因为你物价 比如说你降到零了 比如通货膨胀降到零 降到零以后呢 你想提振企业的投资怎么办 企业现在投资 没有投资意愿了 我就降息降息降息 你最多最多降到零吧 你降到零以后 你看你怎么办 你不能把民营利率降到负了 你只能把它降到零了 你降到零以后呢 那其实就有可能就陷入这种流动性陷阱 但如果有通货膨胀呢 因为有通货膨胀 我现在我比如说 现在通货膨胀有个3% 那我现在呢 我把利率呢 再比如说降到了2% 那现在实际的利率呢 其实是负的 那这个时候企业 它可能就有一定的投资的积极性 我现在 我现在因为企业 它现在借款对吧 我不但 我现在去借钱 企业去融资 我不但不还利息 我反而是银行在补贴我 那这个时候 你这个企业的融资成本就在下降了 因为你有一定的物价 你物价涨到3% 我利率我降到2%就可以了 不像之前 我降到0% 我降无可降了 我的实际利率呢 还是正的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把利率降到2% 2%减去呢 0%利率减去通货膨胀 3% 其实实际利率是负的 那企业它就有可能就有这个投资的积极性 所以它能够一定的通货膨胀呢 它可能是 就是说 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那第二 这个第二问题 就降低通货膨胀怎么讲 我们前面讲了这个 反通货膨胀的这个政策 你可能通过菲利普斯曲线 你反通货膨胀 你可能会影响 你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的失业 对吧 比如说因为现在经济 比如说 因为某一种供给冲击 石油价格上涨 石油价格上涨 那现在经济物价一下上来了 那现在经济 我如果现在要把物价降下去 我要加 我要提高利率 一旦提高利率呢 那现在这个经济呢 就会受到 经济的就会受到打击 那这种可能不太好 就是不受欢迎 那这个 如果按照理性预期的想法呢 理性预期的这个思想呢 那你其实你不必要 这个 不必要增加这个 就是提高利率 你只要让民众相信你 相信你将来 一定要把这个物价给降下来 如果你相信你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把这个民众呢 他就自动会调整自己的预期 调整自己的预期呢 我们说菲利普斯时间 就会向下移 对吧 短期中菲利普斯时间 就会上下移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发现你降低通货膜上 其实成本很小 因为民众呢 他已经降低了自己的预期 就不会出现这种 工资价格的这种 就是循环上升的 因为比如说我现在出现 我们说立法 公布 我现在我必须要把物价降到百分之多少 我必须要把物价降到 降到 就会说降到百分之 那现在民众就 而且民众相信你 民众相信 民众相信你的 你的这个目标 我就现在调整预期 我就把 我一怕把我的预期降下来 那你这个菲利普斯时间就降下来了 这个时候呢 就很容易就降下来了 对吧 而且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公信力的话 你必须要通过提高利率呢 你提高利率不就是会影响到经济的基本面吗 你就会影响 提高利率了 那企业生产就会受到影响 那他有可能就会就会 裁员 那一裁员就出现衰退 而且这种衰退呢 我们说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叫 智慧作用 这样的话就是衰退了 他有可能会影响 我们说本来是经济衰退了 他只会影响短期的事业 但是这个时候呢 现在有一些别人就发现了 他有可能会提高 自然失业率 就会提高你的这个长期的失业率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可能会改 就是长期的这个失业呢 长期的这个衰退呢 他有可能会降低劳动者的工作纪呢 现在就是说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 现在这个 就是技术更新换的太快了 你可能有个 有个一年半载不工作 你可能真的就跟不上了 这就是磨擦一事 那有可能我新会议呢 我就退出劳动力市场了 那这个等于说 你这个短期的衰退呢 你造成了长期的这个自然失业率的上升 对吧 这样的话 你这样的话 你这个衰退的成本呢 就大大提高了 就这一块呢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这个 最后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呢 就是这政府的预算赤字 它到底是一个多么大的问题 这个呢 就有两派的这个观点 争议也是比较大 而且谁也说服不了谁 第一种观点呢 传统观点 传统观点 我们认为这个 就政府你在实行这个预算赤字的时候 或者还有发行债券 那么你就降低了国民储蓄 对吧 因为你的国民储蓄 你可以简单的分为这个政府的这种公共储蓄 跟普通公民的这个 这个这个就是私人储蓄 你政府的这个 如果你实行预算赤字的话 也会说你的这个支出呢 就超过了你的这个收入 那么你这个政府的公共储蓄就降低了 公共储蓄降低呢 就意味着你的国民储蓄降低 我们前面讲的就是 根据那个前面的这个国民收入很等式 就是储蓄减投资等于你的进出口 对吧 储蓄减投资等于进出口 你国民储蓄如果降低的话 那么你本国投资的这个融资的来源就降低了 融资来源降低了 你有可能会导致你的投资就会下降 还是那个国民收入很等式 你储蓄下降以后呢 对应对应到右边这个市值呢 对应到右边这个NX 也会说你的这个经常账户的余额 因为储蓄降低 有可能你左边这个储蓄就小于你的投资 也就是说你就对应着右边呢 就是你的经常账户了 就出现了这个贸易的赤字 因为那个是国民收入很等式 我们可以推出来 在长期中呢 我们说你的投资降低了 投资降低以后 因为你的这个在长期中 你的经济增长你是由于投资所形成的这个资本存量 一旦你的储蓄降低了 那么你投资降低 投资降低以后 你最后所形成的这个资本存量也降低 资本存量降低的话 那么你对于长期里的这个经济 经济增长的前景也是一种一种腐蚀 再一个呢 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 如果投资规模确实下降了 但是如果下降的不够多的话 因为你储蓄已经下降了 但是你投资还想维持现有的规模 或者只是降了一点点的话 那你这个时候你为了想维持这个投资规模 你可能就会去更多的去借外战 因为你本国你想投资的话 你本国没有储蓄了 因为你储蓄的钱都被政府 这个就是比如说被政府挥霍完了 或者政府他的这个赤字挥霍完了 那么你为了要给本国这个投资项目融资的话 那么你就有可能去跟外国人借钱 就是会导致更多的外战 这个呢是传统的观点 所以说你看我们 我们说传统观点的话 这个政府的赤字 或者说政府的这些 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债务呢 他对于宏观经济是会发生作用的 因为他通过影响国民储蓄 他产生了一系列的这个后果 他产生了一系列后果 但是李家都学派了他的观点了 他跟前面这个观点有什么不同呢 他认为这个政府的这个 就是说如果消费者就有前瞻性 消费者就有前瞻性 虽然你政府他有这个预算赤字 或者有债务 那么有说降低了这个公共储蓄 但是这个时候呢 如果消费者具有前瞻性的话 他能够预期到 你现在的赤字呢 将来一定会靠未来的税收来偿还 那么这个时候呢 消费者他就会增加自己当前的这个储蓄 这样的话 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最后的结果就是 政府的公共部门储蓄下降了 但是这个消费者的 所代表的私人部门的储蓄呢 就上升了 因为他为了要应付未来的这个税收吧 他的这个私人储蓄就上升了 最后你的公共储蓄的下降 跟在极端的情况下 公共储蓄的下降 跟私人部门储蓄的储蓄的上升 是完全抵消掉了 也就是说你的 你的国民储蓄没有任何变化 你国民储蓄没有任何变化的话 你后面一系列的这个后果都不存在 那么最后你的 最后你的结论是什么呢 就政府的债务 他对经济没有什么影响 这个你看这个就跟前面 这个推论是有很大差别的 前面我们认为政府的债务了 他对经济有这么多的影响 而李家多学败呢 他引入了这么一个假设 就消费者的前瞻性的这个假设 最后呢 他的推导的结论呢 就是政府的债务 对经济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以上就是本章的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